第二的三題 阿賢在三個相同的廣口瓶內 分別裝有氦氣、氧氣跟二氧化碳 經將燃燒的鎂帶分別放入各瓶中 發現鎂帶在甲乙瓶中繼續燃燒 在丙瓶中則熄滅 且在甲瓶中同時發現有黑色的物質跟白色的物質 請問你乙瓶裝有什麼樣的東西 那我們曉得每次活性很大的一個金屬 所以它的活性比碳大 所以它可以把二氧化碳的氧搶過來 然後把碳置換出去 然後繼續的燃燒 所以它在甲乙的裡面能夠繼續燃燒 所以甲乙就是所謂的氧氣瓶或者是二氧化碳瓶 那麼丙就是所謂的氦氣 氦氣它是不會燃燒的 那麼今天如果它是跟二氧化碳作用的話 那麼它就會產生氧化鎂跟碳 那麼氧化鎂是白色的 碳是黑色的 所以它說甲瓶內面有發現黑色的物質跟白色的物質 所以甲就應該是二氧化碳 甲就應該二氧化碳 那麼所以我們的乙就應該是氧氣 所以第二三題問我們說乙瓶裝有何種氣體 根據我們的分析判斷結果 乙瓶裝的應該是氧氣 所以我們答案選B氧氣 那一氧化碳 就是八氧化碳 所以我們要看 所以我們要去幹嘛 那麼剛才會